南投有養生館違法營業遭到開罰三十萬元 但是負責人預期沒繳納好 就下他的戶頭直接被扣款三十萬元 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人員冒著大雨 到南投草屯這間養生館 要說明開罰情形 養生館老闆不在 工作人員還想幫老闆求情 不過這間養生館在防疫三級警戒下 違法營業被查棄 當時門口還貼著頂讓告示 假庭業真經營 遠景半夜埋伏 直擊有客人進出 還有聯絡簡訊 違法試證明確開罰 老闆找不到人 但是罰款已經從戶頭扣款 這個案子是在6月15號的時候 移送到彰化分署來 我們是在6月16號早上的時候 我們就努力的向扣款的銀行去扣款 創下24小時內最快扣款記錄 目前彰化分署還有34件財罰案 都是居家隔離罰錢 累計要追討325萬多 已經成功追討了126萬 也在呼籲人在三級警戒 千萬不要鬆懈 記者林一峰 彰化報導